大家好,又是我華記 近日香港很多暴力事件發生 我收到很多人需要求助 在情緒上很低落,很不開心 我們如何走出這個陰影呢? 今天我找了一位好朋友 這位好朋友是香港心理學資深的醫師 今天他也很好 我這麼煩,他也想答應我和我聊幾句 他也希望幫到大家 今天我有幾個問題 我今天主要想找醫師 好像我們在毛間看到陳慧琳的角色差不多 博士,醫師,你好 今天非常感謝 因為我很多網友看到血腥場面 警察被示威者用傘插幾十下 找腳踢到後腦出血去ICU 又撕斷了手指 又扔磚頭扔到頭 很血腥 有些又反過來 警察可能用警棍打倒示威者的頭 可能又扭到他的手 其實警察和示威者兩邊都一起受傷 其實無論你是左中右 建制或者泛民 看到這些場面 全世界任何人都會很傷心 我想請教博士 當我們人看到這些血腥場面 我們怎樣可以走出來陰暗面去陽光一點呢 博士,可不可以說一下 首先要知道 當你看到這些場面的時候 你的身體是很震撼的 是 因為這是創傷的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些影片 當你會睡不到覺 很害怕 會想很多事情 人就會很不穩定 所以大家要知道 當你看到之後 你發覺自己有反應的時候 首先要知道 你可能不適宜再看 因為每一次看傷的時候 是再創傷一次的大腦 即是每次看片都大腦有幾億 那創傷和這些在香港發生 那你就覺得很危險 會不會下一次迴導我 出去外出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然後你便開始想到很多事情 越來越害怕 所以如果你發生這樣的情況之後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限制 可能就不適宜再去觀察這些片 停一停 要停一停 而且你要拿一些幫助 幫助的意思就是 可能找一些人跟你輔導 聊聊一下 還有你發覺 當你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又會有情緒波動 你會哭 你會害怕 發惡夢 你會發覺你很生氣 那些情緒好像是控制不到 那麼嚴重的 那我解釋一下情況 但為什麼有些人看了片 又沒什麼 有些人看了片 反應大一點 有不同的 在於你過去的經歷 即每個人過去的歷史 都存在大腦當中 都存在大腦當中 有幾億的 即是說 如果我們 即是被人打過 小時候 被人打過 被人欺凌過 被人有些不好的對待 我看到那些事情 就會把我過去那些不開心的 一次過 很泛濫的出來 你會發覺自己很波動 很感動 對 很多情緒出來 即是說 這個情況知道 原來我已經受了一些刺激 我已經處理不到 那要停止 我要去找一些專業人士 求助 找人幫 和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當最重要的是 不要去否定自己的情緒 即是說 我發生什麼事 我瘋了 發生什麼事 即是越害怕越 自己的情緒 越禁止 自己沒事 我撐得過 其實很危險 即是要抒發出來 可能我要哭一下 或者喊一下 這樣 釋放了那些壓力 都越騷擾 但有很多人都很害怕 因為怕喊一下 會不會失控 然後自己會不會想到 反而都會很害怕 所以有些專業人士 幫助我 會好一點 對 不過首先要意識 首先要明白 我現在真的有情緒發生 這些事情是正常的 第二 為什麼隔離那些沒那麼激動 我激動 就不要怪責自己 其實不是我 有些感性 有些沒那麼感性 對 即不是我弱 只是我過去有些東西被引發 我自己沒有理解到 那我就找專業人士幫幫我 讓我了解自己 還有搞一搞我的方法 是 坊間也有很多 類似是免費危機輔導 免費危機輔導 是的 也有些是講情緒的課程 或者是一些治療的活動 可以幫到大家 大家可以去尋求這些幫助 不要自己屈在家 那就出事了 多謝阿博士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我們 譬如有些中立的人士 對政治是沒有興趣的 或者有些是建制派的 如果出街 你看到現在你都知道 很多連儂牆都貼在那裡 或者 逢星期六日 很多人出來示威的時候 那作為一些中立的人士 或者一些建制的人士 其實他們應該怎樣面對呢 首先要知道 出街的人 他們已經是 帶著很大群的情緒 很生氣 剛才有說過 大家同一個社會 為什麼有些人生氣多些 那生氣多些的人 顯然就是有些 可能也有些 經歷過 當時經歷過不公平 或者覺得很危險 或者覺得很不尊重 等等 他們會有很大的反應 所以要出街做一些事情 特別是一些有 二三年工作經驗的成年人 因為他以前體會過 是啊 也可能聽過很多 以前中國的歷史 都會很害怕 會不會又發生著 大家很驚訪 很驚恐 和很多的過渡 潛水反應 那些人呢 你會發覺 他們已經去到 臨界點 嗯 所以這些人 如果你稍微 跟他們說幾句話 他就可能會霸發 嗯 所以我們明白到 這些人 臨界點 要霸發的人 我們需要 不要去跟他們 有那麼多衝突 還有不要去引發他們 他們的霸發點 因為當他引發 霸發點的時候 他就會失控 失控的時候 很多不理智的事情 千萬不要去 撕那些紙 挑釀 直行直角 當他透明看不到 差不多 我們就盡量不要 跟他有眼神 或者肢體的接觸 是否這個意思 是的 盡量不要跟他們 有一些 好像令他覺得 你在那裡反對他 或者在那裡 在那裡說他 或者仇視他 這些事情 要很小心 因為我們要記住 這些人已經去臨界點 是 快要爆發 你再辣他 你千萬不要去辣他 辣他 就是爆發 對 對 你覺得很對 經常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不知道 有時候看不到 所以說 你好像不合理 但其實那些人 是說不到道理 所以我們要給他們一個空間 他需要表達 他要貼東西好 他要做些什麼好 因為他需要一個空間表達 如果我們能夠大家和平地 不要干預他們 走他自己表達 大家這個臨界點 可以安全地 河水不犯井水 對 一定要安全 絕了一圓 你要記得 不是你害怕 他也很害怕 大家都很恐懼 只要有少少 不適合的事情 就會爆發 所以大家這個位置 要很小心 如果你打算 你的區 或者你的地方 可能盡量不要去 是 那裡 阿博士跟我們說 那裡遊行示威 你就不要去 但是如果他住在那個區 那怎麼辦 盡量少出家 在家裡不要出家 那你知道你要買的東西 就先買 要吃東西先做 就當他打風 逢星期六就打十號風球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 對不起 是 或者你離開 去教我們 給些地方 給些避開 大家都要知道 現在大家都叫水山火熱 大家都隨時辣著 我們大家都是有聰明地 我們懂得避免不需要發生的衝突 是 好 謝謝阿博士 最後一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我收到很多 特別是紀律部隊的親屬 他告訴我們 子女在學校被欺凌 因為 為什麼被欺凌 就好像 以前美國 黑人和白人 沒有原因的 排斥你就排斥你 種族歧視 現在呢 就是歧視紀律部隊的子女 總之你在哪間學校上學的紀律部隊 你被人知道你媽媽爸爸是做警察 你就死了 被所有人排斥你 這些子女就會很抑壓 怎樣幫助這些小朋友呢 真的很需要家長和學校去參與幫助 家長和學校去參與幫助 那學校應該能夠保護每個小朋友的安全 如果學校裏面發生一些歧視 或者是大眾去一些叫做 欺凌他 學校校長等等 應該要抄予 停止阻止人 即可能要有些社工輔導 還有要停止這些再發生 即是斷他 斷他 如果家長發覺 可能學校投訴過很多次 投訴都不做 家長需要自己保護子女 包括可能要不要讓孩子上學 或者考慮 甚至考慮要轉頭 因為這些小朋友經過長期欺凌 得不到幫助 他們會產生很大的心理情緒的變化 即是童年陰影 是陰影 陰影 人整個都變了 所以必須讓他們得到適當的 心理輔導支援幫助他們 家長一定要讓孩子知道 我們可以保護你 學校保護不到你 我們可以保護你 或者我懲罰和學校一起保護你 但對孩子來說 可能要讓他們明白 就是說 那群人其實都不是仇人 即是那群人都很激動地覺得 應該要這樣 而可能他們覺得 你不能夠跟他們有同同意見 或者你們說的事情跟他們相反的時候 他們都很激動 同樣就是那些暴徒很激動 所以我們要明白 他們都不是想有心害 即是他們出發點 他們的班人就不是信息 只不過是 可能有些錯誤的信息 可能未來民意都會逆轉 可能就沒事了 是的 所以我們首先不是當仇人 第二 如果能夠盡量的話 都能夠採取去明白他們的立場 和他們覺得那種的不滿 和擔心 盡量都去明白他們 但至於怎樣跟他們在 即是因為大家是朋友 我們要你做 參與的時候 你回去跟他們父母談 由家長幫助 怎樣去面對這個難題 因為一方面你不想失去朋友 第二方面你都不想去 即是可能做些自己 不想做的事 但怎樣能夠在兩者當中 取得的平衡 那我相信家長這方面 需要大力的幫忙協助 即是需要大力的幫忙協助 是的 因為青年人不懂得處理 怎麼會處理 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好像不跟他做朋友 又好像很傷心 但是要做那些事情 可能自己又很害怕 或者父母都不准 那這些就是他的難題 是的 所以父母必須參與幫助 跟青年一起想一下 怎樣去處理 如果想不到方法 可以找一些專業士幫忙 去想解決這些難題 或者是真的 這些子女全部同學 都是要遊行示威的 可能你不要反對他 扶一下他一點 希望不要刺激到他 然後再找家人幫助 對 因為你要明白 他們也是有原因的 是 都想被人明白 其實他們也是愛好自由的 不過可能激進了一些 是的 今天多謝了博士 希望香港明天會夠好 多謝博士 謝謝 好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謝謝 拜拜